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留言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铃铛头,我是恩子 自由高照,我是小青 天马行空,我是薇尔 什么时候薇尔,你怎么出现了 我应该说,我是廖华 廖华,变先锋 为什么叫廖华呢 其实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 听说榴莲台最近有好多高层 因为一些重要的事情会议 结果到外地出差去了 对,没错,去了冰城 有一个东南亚的议会 大家出席 大家出席,那为什么你没去呢 我不是大家 我是小家 小家必育 我原本还以为说薇尔什么时候就是 诶,圆圆怎么变成个男的啦 诶,是 或是,或是薇尔什么时候变成女的啦 这现在流行变性嘛 对对啊 什么特别的喜好是不是 没有,没什么特别喜好 就是这种特别喜好呢 就是这种男变女的这种喜好 或者是喜欢穿那种怪癖服装的人啊 那说不定呢 在美国就可以满足到他的需求 诶,为什么呢 诶,怎么样呢 因为呢,在这个美国呢 有一对母子他们就开了一家 他专门呢,就是帮男人 扮女人的一间公司 然后呢,这间公司呢 他专门就是提供那种橡胶衣 那这些橡胶衣 什么叫橡胶衣 橡胶衣就是很像那种 塑料型的那种衣服 那这种衣服呢 就让男人穿上去之后呢 就会变成女人 穿橡胶衣就变成女人 开什么玩笑 其实我有看过这个小的影片 那时候他就标榜有一个70岁的男人 他就很想把自己变成一个 好像真人版的那个叫什么充气娃娃 啊,真人版的玩偶是不是 对,玩偶这样子 然后他就 你是说男人吗 对,70岁的男人 男人想变成充气娃娃 对对对 男性的充气娃娃吗 女性的 女性的 就穿了一身之后就变成女的 对,他就好像塑料 然后我们看到巴比娃娃的那种质量 他就穿上去 然后呢再加一个假发 这样子 然后连那个脸哦 都有那个面具上去的 就好像个女生的那种娃娃脸 所以就变成整个像一个充气娃娃 这心态有点奇怪了 这现代社会人搞什么花样啊 你是不知道这些 男不男女不女 这些人呢还蛮多的哦 据报道啊 他们这种橡胶衣呢 就满足了40多万的 这一种变性人 还有这种有这种怪异癖好的人 这种应该是叫义服屁吧 我没记错 是叫义服屁吧 所以男人有时候心里面的某种程度 也想让自己变成充气娃娃 我没这个 我从来没这个想法 我倒喜欢充气娃娃 如果这样子说 但是我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充气娃娃 是吗 你确定 没这个兴趣 可能现代人的心情呢 就或者是心态有一点不一样 是不是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了 就造成人的心里呢 有点空虚的感觉 那很害怕空虚 很害怕寂寞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有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研究哦 但是不知道是不准确了 他就说呢 如果你越寂寞的话 你越喜欢在那个面子书上面po文 po文 对 就是分享你的生活状态啊 照片啊等等 po的越来越多 证明你越寂寞 那你们两位是不是很寂寞啊 还好我很少po文 我也没什么po 看来我们都不寂寞 可是现代人呢 他们对于那种寂寞的感觉啊 真的是很难承受 是很难承受 而且很抗拒这种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这样子 然后就会觉得 好受伤 好心痛 好伤心 然后好孤独 我都非常不喜欢这种感受 那那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就根据这个美国的实验啊 这些人呢 他们宁愿被电击 被电 然后也不要让自己承受这种孤单的感觉 被电啊 是被电击 所以你想象被电击是什么可怕的感觉 我只喜欢被美女这个电到的感觉 就比这个还不错 我也喜欢被帅哥电到的感觉 帅哥电的感觉 但是如果被真的电击 我曾经不小心就电了一下 那感觉绝对不好受 我宁愿选择孤独 我觉得孤独还不错 这个实验是这样子进行的 在美国呢 就是一些学者 他们要做研究 就邀请了说 大概800名男女老少一起来参加 首先在这个房间里面 坐 就是坐这样子15分钟 坐着 你可以想东西也好 但是你不能用手机 或其他电子设备 也不能收听收音机 看电视读书或睡觉 就只能坐在那边15分钟 那很多人呢 就是坐了15分钟都说 哎呀 我觉得很难承受这种 就静坐15分钟 什么都不能做的事情 然后那个实验者 就是跟实验者说 OK 现在给你两种选择 一个呢 就是得到5块美元 然后你继续孤独的坐着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样是得到5元 但是你要就是感受 这个很强烈的电击 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呢 就是很多人都受不了 这种沉默 都选择了要被电击 如果给两位选择 你们选怎么选 我做这就好了 做这就好 但是你看 大家都怕死了 他另外再做出一个结论 就是三分之二的男士 比较更愿意承受电击 而不要孤独 而女生的话 就是四分之一 男人就犯贱嘛 对 就喜欢被电到的感觉 喜欢被电还是怕寂寞 两个都是 但是给我 我那里也喜欢孤独 因为有时候 你这种孤独呢 你还可以 就是让自己沉浸下来 想更多的事情啊 你看 OK 我们就要转个焦点 来看看一下 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 有这个 卢沟桥事件 不是卢沟桥 不要讲错了 卢 对 是卢沟桥事件 那这个卢沟桥事件呢 在昨天呢 是7月7号 就来到了77周年了 今天没有跟大家报告一下日期 今天是已经来到7月8号了 对 一定是7月8号 星期二 就大兴奋了 那是8点13分 突然看到个病性人来这边 人生已经变成男生了 对所以太兴奋 忘记报告日期 不过因为昨天就是7月7号嘛 对 就是77的事件的周年庆 不是说年对不起 周年纪念日 周年纪念不能够是庆祝了 对不起 对不能庆祝了 对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到今天为 到昨天为止啊 已经是77周年了 你看挺奇怪的 一般上我们这个周年的这个纪念呢 都是说是在每五年或十年 这种这种情形来来 呃纪念 比较大型的一种 对 对 或者是庆祝或者是纪念都行 都是五到十年 但是现在呢 是刚好就遇到这个77周年 所以呢 又是77 总共四个四条七 八条七了 不懂 是六条七了 那还挺多的 所以在呃 这个事件当中呢 呃 中国主席习近平呢 呃 就发表了一些演说了 他就说呃 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是历史就是历史 就不可以忘掉这个国词啊 那圆梦在中华 呃 这样子的一个标语 他他有发表的一些这样子的演说 那其实呢 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呃 两位对卢沟桥事件有多少的了解 嗯 这所有的了解 其实都停留在一件中学年历史的 就是历史时代的一些了解吧 对不对 那其实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呢 他是在19337年的7月7号 而那个时候呢 日本已经是在呃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到中国那边去了 那事件就发生在卢沟桥 那个时候呢 那日本就已经占据了某一些地区了 那那个呃 最主要的为什么会发生呢 那中方和这个日本方呢 他们说法都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看到东方日报的 他报道这个说法呢 是属于呃中方的这个说法 嗯 他是说呃 日本驻军在北京附近的呃 晚平就军演了 那日军呢 在一名士兵 日军就以一名士兵失踪为一个借口 嗯 所以呢 就要求派兵呢 能够进入到这个晚平线去进行搜查 对 那结果呢 中方就拒绝 那怎么办呢 你一拒绝呢 那在晚上的时候 日军他就不不高兴了 就突然进攻这个卢沟桥 而且呢 就炮呃 用这个炮火啊 去攻击呃 这个晚平线 这个城就导致中国军队呢 就呃 受到了一些伤害 他们就要抵抗了 这是呃 在中国方面的说法 但是日军的说法不一样 哎 又怎么说呢 哎 日军的说法呢 对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哦 根据这个日方的记录呢 他就说在他们演习的时候呢 呃 是刚好呢 就听到在河办呢 在这个河办当 呃 那个河办是永定河了 呃 永定河是很靠近的卢沟桥的 这个北侧的部分 然后他就说了 在演习的时候呢 就在河办的龙王庙 突然听到了三声的这个枪声 枪击声 那随后呢 呃 这个日本队的其中一个部长叫呃 什么名了 我倒忘记了 所以他就说 呃 有一个小队长呢 等到呃 等在等人的时候 就看到河办呢 和卢沟桥的城墙之间 有人用这个手电筒啊 发出了一些又名又暗 又名又暗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有时候这是一个暗号 嗯 啊 他就怀疑 就这中方呢 有人用这个暗号 所以呢 他就判断是中方军队呢 是要用呃 这种暗号来互相联络 有可能要发动一些攻击 然后这过后呢 又有一些十几发的一个子弹呢 从龙王庙的方向就射出来了 那日军呢 就没有办法给反击 因为他们就突然被 好像被攻击的措手不及啊 嗯啊 结果呢 他们就呃 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呢 就在反攻回去了 就在隔一天的早上 那就引起了呃 这个互相攻击的这个事件 这个战争的爆发 其实就是呃 卢国桥事件是非常呃 这个经典的一个在中国方面和日军方面 一个对抗当中呢 非常经典的一个事件 因为就因为这个事件发生过后 那一天晚上啊 就全面引发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啊 所以它是一个点点火线 而在这个呃 三七年的七月七号过后呢 呃 同一年呃 在十二月的时候就发生了 这个我相信全世界华人都应该都会记得的 就是南京大屠杀 嗯 嗯 所以对于这个事件呢 像你刚才说的 有大概是 这个这个有这个历史事故 当然双方面呢 都有各自的一种一套说法 嗯 来给一个 所以刚才你就说了 就是习近平就说了 历史就还是历史嘛 嗯 所以呢 就要回到说 我相信啊 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这个七七周年 为什么呃 在这个时间点上 又是这么的一个大型的纪念会呢 相信也是因为最近啊 这个日本呢 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多 包括了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 是 而且呢 又在这边招兵来嘛 就招募新兵等等的 这一连串 安培高调的动作 甚至呢 现在啊 就是他们也把安培比喻为 是亚洲最危险的人 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方面的说法 那其实是 当初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所 这样子给他的一个称呼 后来呢 中国就引用说 哪来用 哪来用 你看 就是安培 就是 果然是最危险的人物 其实当 当初美国用这个说法呢 我相信并不是像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 是不同的这个意思 可能呃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称呼呢 还带有一些称障的意识 哈哈 他认为可能安培本身是一个非常有 有能力可以处理一些事情 或者是国际之间的一些关系 其实美国跟日本的关系还算挺好的 但这或许是因为安培最近这些动作啊 你看他之前也是去呃 祭拜这个禁国神社 尤其最近是解结了这个呃 解禁了这个集体自卫权 然后又要招兵来嘛 所以感觉说他要增加他的兵力 所以就让人有些担忧啊 但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是中国之外呢 还有香港台湾多国的这些团体啊 也是在日本的这个领事馆交流会的协会之前呢 就抗议 就是你刚才说的 他们认为啊 日本是篡改历史这个教科书 还有这个呃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事情呢 就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自己的侵略的实施等等 就在那个领事馆前面呢 就燃烧了这个安培竞赛的肖像 有一件事情我到今天为止 我都搞不明白 就是每当有这样子的纪念日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到对方的领事馆去示威啊 烧国旗啊 烧肖像啊 有一些反抗议的一些动物 为什么偏偏一定要到这个纪念日的时候 才到对方的这个领事馆去呢 才会被记得啊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你真的对这个国家那么痛恨 深恶痛绝的话 你就干脆别让他在那个国家内建领事馆 算了 把他们赶出去 全面的赶出去 抵制他们的这个货品 我觉得是邦交外交 然后另外一个是民众 有的时候呢 你看吧 或许政府呢 也是给这些人民一个出气孔 也是很好 可以把国内的焦点转出去 你说的对 你看看台湾跟香港 最近香港那个占领中环啊 什么这种事情啊 然后现在转移一下焦点 在气息上面 又把枪口对向日本了 其实这些就是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玩法 就利用民众的一个情绪呢 来对抗对对这些自己不喜欢的国家 或者是有威胁的国家 你看中国选择这样子做 习近平啊 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这个手段 为什么呢 他就可以一举两得 是 其实你可以 想到这个我就联想到 应该是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在杭州就发生了这个烧巴士的事件 就是其实这种新闻呢 陆陆续续一直都有 就表示说在国内有一种一直很压抑的情绪 就对国家啊 或者对政府啊等等的 所以呢 其实像你刚才说的 这样子就让他可以转移焦点 而且呢 还可以出气 对 他不单止出去 我就说像习近平中国这边的说法呢 其实他对他这样子来对抗这个日本啊 我们都知道现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还算挺不错的 那习近平呢 他去访问韩国的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 就有比较友好 然后就借用说 这个中国和韩国呢 在当初呢 对抗日本的时候 是站在一阵线上一起在对抗 所以他要拉拢韩国 拉拢韩国 但他在一起 没错 对 所以就变成了怎么样呢 那中国这一招呢 就是 就是一举三德 不举两德 不单止让人民出去 同时呢 他也离间 离间了这个韩国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美国呢 一直希望可以 把这个韩国日本的关系搞好 但是中国就其中去离间 他要跟韩国变好 然后韩国跟日本和美国不合 那甚至呢 现在我好像刚才看到新闻说 这个马英九 台湾总统就说 那个钓鱼岛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一步都不会让 一寸都不会让 这个当然 因为马英九本身 他就还是比较倾靠于 这个中共这方面 所以他必须这样说 好像大家都开始要站在一会儿 然后就对着那个日本了 因为日本是弱势 追上科技 享受生活 创造文 我是牛位创始人之一 Arian O. 吴宗杰 流言台是大马最好听的网络电台 请记得守住 流言FM的 流言当头 我是恩奇 自由高照 我是小青 天堡行空 我是廖华 又廖华 当千锋 是来 好那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国内新闻 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就首先 其实这是昨天发生的 对今天还没 今天发生我们还没看到 今天发生的要明天才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发生 我们今天就懂 那真的是 神算 神算 开普卦了 是神算 不是神仙 是神算 那好我们看看 这个今天的报章头 其中一个头条 只是说在 这个沙巴 对了 我一直忘了这个 这个州 沙巴州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就绑匪 特别喜欢来我们马来西亚 沙巴州 绑了又绑 还挺好玩 还有钱 还挺有钱的 结果呢 是 不过这次是很幸运 因为 对 这个养鱼场 本来这个华裔冬主 差一点就被绑了 那就幸好 冬主夫妇 已经迁居到别的地方了 那绑匪没做功课 结果没有绑到 没有办法得胜 对 他们最后呢 抢走了一台电视 和两代的财物 就离开了 两代财物 没说清楚是什么财物 不知道什么两代财物 两代金其实也还蛮多的 对 但至少人没事吧 因为他本来就是 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有大概有七位 蒙面的这种武装分子 就闯进了一个养鱼场 然后呢 就拿着枪 就对准这些 这些在那边的员工说 我现在要去找这个 养鱼场的老板 然后但是呢 还好他们已经搬走了 所以呢 就没有成功了 可能不是搬走啊 你说不对吗 你不知道 对不对 老板就已经说明了 看到 你跟他们说 跟他员工说 你跟这些人说 我们不在 我们已经搬走了 对 不过这边是 可能是员工所提到的了 他说自从上次呢 再先本纳 就陆陆续续发生 这个板架事件之后呢 他们就已经搬离 他们目前 就之前的这个居住的住所 就是也是担心了 我相信说 之前发生这么多宗 尤其是去年了 从去年到现在 除了在维维安之外 还有高华 高华 晕还是 冰 对不起 我上次念错了 然后之后呢 还有一个 菲律宾的 当时的这个员工 也被绑走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陆陆续续 后来有一个中国裔的经理业 是被掳走 哎呀 这样子的世界呢 就让大家人心惶惶啊 所以就开始 就为什么我们的边防的部分 没有办法到今天为止呢 还是没有办法做得好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海岸域 太宽广 太长了 你没有办法去做 是 之前就之前就有很多人 就是进行抨击啊 什么这些安全区 为什么都没有办法 成功的防范 那当然就有几个原因 像刚才说的 就整个海岸线这么长 那而且呢 你很难要驻派 很多的这些警察 一直在那边巡逻 因为他非常长 要动用非常多的人力资源 再加上呢 这些武装分子 是非常有这个熟悉地形 而且是来跟走 是非常迅速的 如果是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可以考虑到 让这些居民 或者本身 他们自己来自保呢 自保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合法拥有枪鞋 这个就是这些 会不会越乱 因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他们说到 很大可能也是有内鬼 内鬼 是 有内鬼在那边接应 就这样你看 他都知道说 可能是一些 哪里是有什么东竹啊 等等的 可能当然 可能这个风也是不够 不够update 所以他去到这边 已经搬走了 但是 但是如果是有内鬼 可是如果是有内鬼的话 他消息应该是 非常灵通的 对 那就不会让自己 就是白去一趟 那可以说 内鬼不是发生在 这个渔村当中 可能是警方那边 就说 今天这边不会巡逻 这样子 这是我的揣测 不要乱揣测 我现在特别说 这是我的揣测 因为说那时候 因为整个海岸线这么长 可能每次巡逻的地方 不一样 可能不一定警方里面 或者是一些 在那边居住的人士 你会说 今天警方有在这边来 今天没有在 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些人士 不管是在哪里 其实确实也挺难去防范 因为毕竟他们是打的是 游击的方式 他一下子出现在这一边 下一个明天 可能就在 可能不知道多少海里之外 或者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你根本没有办法 去做一个防范 所以我就说 那如果你就警方 或者政府方面 你不能确保人民的安全 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个办法 让人民能够自保呢 除了就是离开 或者迁离这个地方之外 毕竟你这个渔场 你还是要进行 怎么样 你的生意嘛 对不对 你总不能让他们隔职在那边 然后让员工自己在那边去处理 而且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离开 离开了再多人 总会有人在那边住 而且总会有发生这种绑架的事情 常常都很耳熟能香 而且我们刚才也是要说到 因为之前像上一个案件 中国的经理被绑架的事情里面 就是说到他们这些员工里面 有很多的 大概有好几位的 至少是非法的 没有拥有工作证的这些外籍人士 所以刚才说为什么会很难抓 可能内鬼 我刚才说可能是在这些员工当中 或许不是在这个养殖场 对不对 因为如果是不在的话 可能就不会通风暴行 可是在其他地方 可能就有很多这样子 没有拥有身份证的人 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肝榜里面的人 很难说 如果说到真的有这个内鬼的话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就说 在仙本纳的甘榜 就这个村子当中呢 他附近的养殖场啊 是受到这个攻击了 夜床了 那就再次引起居民的这个紧张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发现到在这个甘榜内呢 几乎清一色都是外来移民 这些外来移民是不是跟菲律宾 都是菲律宾来的人呢 而且会不会也是认识这些武装分子 或者是认识这个海盗 很难说 真的是很难说的 说的一个亲的一个东西 包括本身在这个养鱼场里面的员工 有八个是外籍人士 那但是呢 在七个人里面呢 是拥有一个叫勒巴勒巴的通行证 一个人呢 则是没有任何的证件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很多的疏漏啊 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是 就是当你在执行一些就是任务 或者调查的时候呢 会有一定的障碍跟那个影响 是 那会不会也是一些新闻啊 可能他们这些菲律宾的一些武装分子 有留意马来西亚的新闻 觉得马来西亚人还挺有钱的 很有钱 非常有钱 尤其是在野海底带的这个西海岸 东海岸 东海岸那边比较有钱 那其实呢 马来西亚有钱人不单只是在沙巴 他们弄错 有本事就开了这个游艇过道 在西马这边来 最近有个非常有钱的人 很有钱 对 还来到了马来西亚 对 号称是未来世界首富 那为什么要绑的话 要绑那个最有钱的嘛 对啊 那就不会两手空空而归了 对 而且你绑他这个好处是什么 你根本不需要赎金 他每天都大把现金在身上 对 他不用赎 直接派给你 对 直接可以拿到这个现金了 对不对 说到这个张建 应该又有新闻了 对 我们陆续呢 应该说去年呢 我们就可以陆陆续续看到这个 自称未来世界首富的张建呢 带着这个云数帽公司 就在马来西亚呢 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嘛 就是招收很多的会员 然后呢 就说 你这样子可以很快的致富啊 然后就是一个 当然有很多的视频也有让有人偷拍 然后泄露出来 看到他们里面的一些对话等等啊 那么呢 前阵子也有提到了 有一些人士呢 就去报警了 就认为说他在 就是进行这种快速致富 已经是违法的 并且呢 还有一关遇到他们的这些 执照 因为他们一直公开就说 你看我们是有执照的啦 然后也透过一些跟一些政界人士 合照了之后呢 就把他po上网说 好像炫耀说 我是做的是得到这政府支持等等 但是后来有很多的这些政治人物说 我只是合照而已 我们同台而已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那最近呢 甚至有一些 这些非政府组织也去报警了 报案 希望展开调查 包括了YB林立盈也是一直的希望 可以采取行动展开调查 那目前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内的贸易合作社 以及消费人士 就证实了这个云树贸公司呢 其实他不曾申请这个传销执照 这云树贸公司没有传销执照哦 OK 但是另外一个 他是有执照的叫做 他是另外一个 他说可能是这个云树贸联盟 他只是拥有一个传销执照的公司 不过呢 他注册的时候 就写的他的核心业务是化妆品 所以是 你什么时候看过 云树贸卖化妆品了 有化妆品 可是这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没有化妆品在里面 是 因为我到今天为止呢 我其实稍做了一些 这个study 我就再找到究竟云树贸 他们本身的这个业务 核心业务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到 他们其实所说的是 很多业务 什么都有 化妆品啊 女性用品啊 这个咖啡厅啊 等等等等都有 就换句话说什么都有 但是奇怪的是 你什么都有的状况下 但那些那些牌子 我好像几乎都没听过 那其实基本上 他的操作业务是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家公司 OK我现在在卖 我是打个比方 其中一个案例是这样子 我是卖豆腐花的 OK 那时候我生意很不好 然后我就卖卖不出 然后我就今天认识到云树贸 说OK我加盟云树贸 然后我就把这个张剑的样子 就印在这个我的豆花的盒上面 他的样子 他卖是他的样子 他的招牌 我还以为他把豆花印成张剑的样子 你把张剑吃进肚子了 他的招牌就变成是张剑了 所以呢这些云树帽的所谓的会员们呢 就说老大的脸老大的脸 他把它称为老大 就去买了 或者是就是他的生意就会变很好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 一张脸就可以让生意变好 但是呢这个只是他的另外一个方式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快速制服 就是每一个人找 就是我要招会员的话 就是找你进来 你就想交三百块 然后呢那你再去找下一个人 然后有个金字塔的 然后只要有再延伸下去的话 就可以每收三百块呢 就可以有再滚一个多的钱 这些三百块还不都是下面的人的三百块 都是往上贴的 下面贴上面 所以他这种是这种崩盘式的做法 只是看说什么时候崩盘 但奇怪的是哦 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愿意去相信这样子的事情呢 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而且是还包括艺人 甚至有一些马来西亚一些艺人 好像都跟他有一些合作关系 我不敢说是跟他一起配合 但是跟他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是直接已经之前阵子看到新闻了 也说他们是扮演这 有些是参与在当下当他们的艺人 或者说可能说要投资给他们发展 发唱片等等 但是我相信的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背后的这个金钱诱惑了 对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是不是大家真的那么缺钱 钱的诱惑真的可以大到 你根本不理这个所谓的道德存在了 但对不起 那个钱真的太多了 我看过那个钱就是这样子 对像砖砖砖对决整个砖这个墙 这个这个什么呢 现金墙 对 那感觉是看起来挺诱惑的 但是要了解一个点 我们现在是怎么说呢 你明知道这样子一个东西是对人家不好 或者是你会害到其他人 那你为什么还是硬硬要去做或者是你吧 其实也或者这么说 他在做的时候呢 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 其实另外一方面啊 你可以其实这个是非常有争议性的 如果当初如果有些人真的是在水深火热当中 这笔钱或许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而且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张庆他的演说方式是非常激昂 非常嚣张 所以他是也非常有魅力的吗 所以不是 可能人家会相信说他的这种一套说法 比如说我在在帮 比如说我现在很有问题 很多金钱问题 然后你帮助了我 他也觉得说 我再继续帮助其他的人 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一些财务问题 所以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信者横信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张健应该在马来西亚从政 很多人信他 是 他可以无论加入这个明连或者加入国阵都行 因为他有这个魅力 他有这个号召力 但是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他的身边没有那些现金 没有这些可以看得到的这种财务的话 他还会被人相信吗 所以主将他就去用这个方式 你看他就说 你看我现在就直接要买车 他就带着现金 直接去买了两两颗税 就有视频拍出来 就说在这两个小 OK我马上要开走 然后就拿一袋现金 就说现在现场算 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让人觉得说 这个是很有本事的人 很有魅力的人 因为他钱很多 但是当然有一部分人 就是看了就真的很受不了 不过呢 这边再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目前有看到的 就是这个刚刚就说到了 这个国内的贸易和做事 消费人士务部呢 就说目前为止 他们会很严正看待这个事情 并且严引了1993年 直销及反金字塔活动的 这个法令第27B条文 来调查云数帽 以及同一个法令的第六四条文呢 就是来调查云数帽联盟 刚才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注册的 是而且他们也会跟移民局合作吧 就要调查张建是用什么样的签证进来的 如果发现他滥用签证 那这是另外一条罪名了 是因为要说任何的大马经商人 都需要来申请一个商务签证 所以那他们要去了解说 到底是用什么签证进来的 其实之前呢 我们有一些团体或者一些人士 也是有跟一些在中国的官方合作 然后就是想要了解更多张建 现在中国的目前的状况啊 甚至呢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 也说到其实在中国呢 他们也是很在打击打击着这个云数帽的 是而且是已经被归类为非法了 是非法了 是但是在马来西亚奇怪的是啊 你看甚至有一些他们 张建他们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啊 这个慈善基金呢啊 他们的主席就叫达多里金店 也是达多吉人嘛 也是在支持他 他就认为有几位 包括这马来西亚志愿者联盟啊 会务顾问达多黄文正 还有马华上议员呢 也是投诉到这个贸销部 还财产部去投诉 他就说这两个人简直是语无论次 呃 云数帽哪里可能是什么非法 什么之类的 他就举出三个例子 他发言有三个重点 他说他希望呢就不要啊 他们就不要利用这个范总的名义呢 呃挂着顾问的头衔 让范总组织受到伤害啊 这是其中一个 那就说他呼吁民众部听信谣言 认为云数帽是这个不对的 如果有怀疑 那就直接到云数帽里面去了解内情 那第三云数帽的会员呢 加入后呢 可以到云数帽的总部或分销公司购买 百分之五十 折扣高品质优惠产品 但是没说什么啊 他刚才还到大旗下餐厅去用了 还可以享受这些优惠 这是他的说法 他就认为说他坚信呃 这个云数帽绝对不是一个非法公司 确实是让有些像刚才说的 就已经把他当神败了 我可以看到说一些场合 那些人是真的是把他当成就是很崇高的 而且刚才说到他很多时候会让很多好康 做感觉让你觉得 哦 老大很照顾我们 像刚才说的 可能去买东西有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甚至呢 有些就直接是 OK 比如说这是云数帽加盟的餐厅 你就进去免 你只要是会员 你就免费吃 你要吃什么 老大就请客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哪有一个东西是天下有免费 对对 的午餐 必要 你就知道一定里面内有钱跟室友七窍 如果他这样子 他钱哪里来呢 还不是一个问题 站在人民一边 站在正义一边 说出你的心声 我是马六甲 马华公卫妇女主主席 江雪霞 请守住榴莲台 julianfm.com 榴莲江头 我是恩琪 自由高照 我是小鸡 天马星空 我是薇娥 是的 我们回来看国内新闻 昨天呢 就是有一个消息 不知道谁放了一个风 是吧 然后呢 就是让人家 开始很在揣测了 是不是我们的雪州大臣 但是卡丽呢 要辞职 要递交这个辞职性呢 因为昨天呢 他就是去见了这个雪州的苏丹 沙拉福丁 福丁殿下 然后呢 就让大家揣测说 是不是要辞职了呢 但是呢 却让很多的记者包围 就看到了这个卡丽 就赶快去追问他 他就强调说 这些都是传言 并且呢 他不会在意这些传言 并且呢 认为说 这些造调者应该在停止传播 这些假消息了 那有人就问说 是不是有一些 在党内的一些竞争对手 在耍手段 他就只是笑笑 相当的大方 他说 现在是栽戒月 这个期间不能说别人的不是 然后就上 什么都没回答 他就上车了 对我最后看到这个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影片了 这招 这招已经是在默认了 他说不能说别人的不是 对吧 就是说 其实如果不是栽戒月 就是可以说说 看着别人不是 对 可以说就是对 我们可以 对 就从他的这个意思 这个话里面 可以感受到他背后的意思了 话中话 那其实卡丽 之前呢 在505大选过后呢 都发生了 他处理了一些事情 过后就发生了 很多的一些争议在了 那当中有五条 五样东西 主要是影响他 让明连的一些支持者 或者是明连的里面内部领袖不满的部分呢 有五件事情 那首先第一件呢 就是在505大选后的这个大幅度调薪 那就雪州议员大幅度调薪 那个时候呢 卡丽就就被指说是没有知会明连三党的高层 所以呢 就引起明连内部一些争论 那过后呢 还有另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撤除阿斯敏的这个职位 对 这也是引起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和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阿斯敏本身在公正党 他是有一定的支持者的 而且呢 他也必定不单只是一些支持者 在明连当中呢 阿斯敏也有一定的一些支持度的 但他那个时候呢 他卡丽就是说会比他来的更高 如果说明连其他党派 OK 那第三 就是水务计划了 那这个水务重组计划呢 卡丽和联邦政府就签署了一个备忘录 那水州政府就因为这个备忘录呢 能够收购周内的四家水油公司 联邦政府也因此能够启动 当初一直就被反对的冷月和第二绿水战计划 就是兰亚兔这个计划 那结果也是遭到批评 那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是什么呢 就是雪兰儿伊斯兰宗教局的这个问题 就没收了圣经公会啊 扣查了这个321本的马来文 一般文圣经 然后又发生一些到信都庙 带走英姨信仰等等等等 这些雪兜宗教级的事故 人家都把罪名怪罪在卡丽的头上 是 但是呢 其实这件这几件事情啊 你看包括了 其实我觉得卡丽本身 其实他有还少了一个 其实另外一个引起不满的呢 就是认为说啊 还有他拒绝就是聆听意见 就是他做的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听太多的 其实旁边人的意见 这就是他的关键所在 这五件事情呢 都指向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都不听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隐藏的意思 就是他之前没有 没有下放太多的资源 他抓得很紧 那就后来当这些事情 当所谓的倒卡丽的声浪啊 其实从505之后 段时间就开始 慢慢的很多动作都倒不成 包括了之前这个 嘉隐行动 本来就是 他们当初就是说 是要把安华推上去取代他的嘛 那之后呢 也是有听到不同的 这个就连了 其他的有党 包括行动党 也有一些议员 站出来就挑战卡丽 你这个做不好 那个做不好 那包括还说 当初不是在那个水啊 前面的多少 不知道用量 如果少过多少 一定的数量的话 你就是免费 当初呢 就说这个引以为傲的事件 但是后来呢 就被人批评说 这个是行动党的议员 就说 当初这个决定是很明粹的 其实并不应该这么做 等等 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但是很多的理由呢 都让一些 在这个公正党里面的 内部的人士 觉得是一些无理取闹 又说他没有什么基层啊 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党选的时候 他的票 虽然是少过阿兹敏 但是也没有差太远 大概只是一两千票 左右这样子 我想说的一个点 就是说 其实卡丽呢 她本身在党内的支持度 可能不比其他人来得高 但是呢 也有一定 对有一定的支持度 但不能否定的说 如果是人民来说 雪州人民 会不会喜欢卡丽 或支持卡丽呢 很明显的 我觉得会支持明连的这个人民呢 都会喜欢卡丽 是 尤其呢 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作风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 好像党内一直在迫害卡丽的感觉 更会对卡丽的支持 更加坚定 对 更加坚定 一直去支持他 对 尤其呢 在看 保护他 虽然说这个圣经事件 所以有受到一些批评 但是后来发生这些信都庙 拐走新娘等等的事情 说他反应也很快了 慢慢已经学聪明了 但有人觉得他 他很辞任 还是觉得他在处理这些事情方面 但是当然他里面还有一些 困难的技术层面 因为就关于到权力的问题 因为当他说 他只是这些 这个宗教局归还圣经的时候 那宗教局就说 你这个是越权 你没有权力这么做 所以他就很快的就跑去见苏丹 苏丹也不想得罪两方 所以变成说 其实也是不能怪玩卡丽 因为他 那个权力限度等等 没有让他能够直接 所以大家其实都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他感觉上就是 这个什么和患无辞 欲加之罪 欲加之罪 其实当初雪州 这个伊斯兰理事会呢 毕竟还是雪州苏丹所委任的 所以大臣他没有办法去指示 这个宗教局的一些权利 应该雪州伊斯兰宗教局吧 应该这样子说 他们有这个权利 那你没办法完全归咎在他的身上 所以有些时候还挺为难的 身为卡丽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他的一些选择 或者一些做法还挺为难的 那就变成了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常常都说 包括明年或者是人民 都希望有一个比较清廉 能够公正的一个领袭 党性不要这么强的 反正是为人民的这个心 但是你站在党方面呢 就不这样子认为了 当然就不认为了 你必须党性要强 而且你还要能够有资源 发放了出来给我们 对 所以呢其实在明年里面呢 目前有三种声音 大概归类一下 第一呢就会认为说 卡丽应该被撤换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状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支持卡丽担任大臣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第三把 应该是伊斯兰党的新生比较多 就同意卡丽被撤换 但是条件就是要新的大臣 是由伊斯兰党来代表 其实也没有错 如果是新的要换新的大臣 因为毕竟在整个雪州的选举 当初当选举当中的成绩 看起来伊斯兰党的票数 也非常的高 是是 但是我就说 现在目前有三种声音 都还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共识对这件事情 所以呢可以看到说 各方都有各方的一个声音 所以会让说这件事情啊 老卡丽的事情 拖了这么久 还在那边拉扯着 这之间的角力啊 而目前我们刚才说到一些 这些假消息啊 说这卡丽要辞职 甚至是有人 盗用这个马兴社的名义 来发布这个假消息 所以可以看到说 就是越演这个事情是越演越烈啊 但是这个也会多多少少啊 让这些名联的支持者啊 对这个名联的这个心啊 有点失望啊 对吧 失望啊 其实也不太会了 我是觉得说 毕竟支持名联的人呢 现在还是已经受到了 所谓改逃换代的洗脑 但是有一部分清醒了 有吗 那清醒的 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多 我们很多听众都已经是 可以看清楚两边的事情 那就好 可以让自己总理看待事情 对 我之前上个星期 刚刚从东家楼回来 就 这个部分回来 然后就跟当地的一些 年轻的华裔居民就聊了一下 就跟几位都聊了一下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他们就说了 他们就说 你觉得说国阵在 我就问了 那国阵执政比较好 还是伊斯兰党在这个 登州执政比较好 因为这个州属两个都执政过 那目前就是国阵的了 那他就很老实的说 他说 其实国阵执政呢 确实可以看到有些发展 那伊斯兰执政之下呢 在之前执政之下 就发展就比较少 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说词 那我就说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有好大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登家楼那个时候 他们也没有输得很多 好像才输了一两席罢了 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就挺接近的 这个成绩 那他这么说 他就说 我就问了 为什么 那如果是国阵发展比较好 为什么还会支持这个伊斯兰党呢 他就说 他也不知道 但是感觉上就是 应该要 要有两限制 要改朝换代 其实还是被改朝换代所影响 所以无论如何 你国阵你在做的怎么好 那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认为说 国阵还是一些弊病存在 那两限制也一定要存在 所以我还是支持这个明连 所以你刚才说 会影响明连的支持者的一些信心呢 其实他影响度 你再怎么打击都好 他到最后如果来到投票 关键性的决定性时刻呢 你还是会把这个投票票投给你的明连 是 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状况 只是说 我们也更希望说明连可以更多的表现 展现你一种说 你现在目前做的这个态度 跟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啊 都是踏踏实实的 而且呢 都是为民为国家的那种方式 当然我们知道路遥知马力啊 日久见人心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明年的实力也有待考验 对 而且 但但你要想一件事情啊 当你来到一些政治利益的时候 有好多时候 你再是怎么是圣人都好 你难道你是圣人吗 你不是 我们当一定会把他捅到像神啊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说 原来他们也是有凡人的一面的吧 其实大家都是凡人 对 大家都希望说能够要争权夺利 这是你放主 全世界都是接通的一个道理 每个人人性都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灰暗或者是比较不好的 打个比方当初不是把那个 林冠英捧到像神一样 对 又做经济舱了 然后又在妈妈当吃东西了 哎呀多么淳朴 后来买了一两Benz 这样是不是 现在很难看到他在妈妈当吃东西了 所以就当初把他捅得太高了 所以后来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会心里面上面有点 嗯 是我们当初都好像被这个 所看到的一些新闻都灌输了 好像把他们捅得太高了 忘记了 其实他们都是凡人 他们也是在政治 对 尤其在政治这么多利益的状况底下 怎么会不够真的 是那种诱惑 你没有办法 别说政治那么远啊 我之前发表一篇文章 你看到自己可以这样 我就说一些 这个朋友 东方日报的专栏 在朋友 在朋友 一个朋友嘛 他在公司上班嘛 对不对 他公司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有一个在社运 在社会运动 社会活跃的分子啊 他本身也是对这个权力地位的 这个诱惑 没有办法抗拒啊 还是一样的 就觉得说 我要争取这个地位 我要争取这个权力 你看吧 如果你身为一个 在作为你在支持平权 叫要平行的这个权力 而不是直线啊 是横向管理的这种方式 那为什么你会对这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诱惑 你没有办法抗拒呢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他没问题 最大问题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把 这些社会运动的分子啊 或者是参与政治人 把他捧得太高了 把他们认为都说 这些都是神 他们都是不识人间烟火的 他们不会争权夺利的 不练权不练钱 不练权也不练钱 这是放屁不可能的 只要是人就会 你没有办法去避免这种诱惑 当这些诱惑在当前的时候 也很难拒绝 尤其呢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 林观音啊 槟城首长呢 他就有发言了 他说州政府呢 绝对不会援引法令 来对付贫困者 也不会阻止慈善机构呢 来协助流浪汉 反正会拨款鼓励 相关机构行善 这是州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差别 其实其实说到 为什么要特别站出来说呢 其实说到这个新闻了 我记得我在昨天 我看了一份报纸 我忘了是哪一份 因为我一直在看来看 不同的报纸 然后里面就有访问东郭安南 其实这件事情 是东郭安南引起的 对 也是我们今天的课题 对 东郭安南他其实他说 他澄清 他没说过会开罚单 帮助这些流浪汉的人 他没说过这一句话 他也没阻止说 让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一些团体呢 去帮助他 他说他没这样子说过 所以这个 我们也是要讨论 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了 不过呢 我们再看回说 就是在这个槟城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这位叫做 南多范清元呢 就是爱国党全国副主席呢 就说 其实明天政府也只是靠 非政府组织在协助州内的流浪汉 但是呢 当然这个林光年就跳出来说了 我们是不会对付这些贫困者的 也不会阻止慈善机构 感觉呢 就趁这个时候呢 就要就是趁 这个机会啊 可以看到很多民众在围剿 这个东郭安南的时候呢 趁机炫耀一下 其实我在帮忙了 那到底呢 在宾州是如何做的有多好 其实或许呢 我们还有待观察 感觉是趁机出来 只是要再 吃多一脚下来 踢多两下 这个课题呢 其实是很有争议性 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再聊一聊 大家好 马来西亚语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我是马清自家区宣传委员张又全 我们一起守住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当头 我是恩奇 榴莲高照 我是小七 榴莲高照 你要怎么把榴莲拿来高照 跌你的头吗